中国神舟13号飞船凌晨升空 到早上顺利与天和核心舱交回对接 三个航天员正式进驻太空站 将会展开长达半年的太空任务 5 4 3 2 1 点火 搭载着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 长征2号F-13火箭 凌晨零时23分点火发射 升空大约2分钟 途日塔分离 之后推进器和一级火箭燃料耗尽 和二级火箭分离 整流罩分离 意味火箭已经离开大气层进入太空 在升空大概10分钟之后 飞船和火箭分离进入预定轨道 并打开太阳能帆板 在返回仓中 坐在中间的是指令长泽志刚 画面左边的是黄亚萍 右边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叶光芙 在无重状态下令到笔记飘浮 坐舱大气环境正常 航天员感觉挺好稳密 被招明白 到早上大概6点45分 采用自主快速交汇对接方式 和天和核心仓对接 是首次竞向停靠太空站 形成T字形的组合体 早上接近10点 航天员打开天和核心仓承压仓门 三个航天员先后进入天和核心仓 先去睡眠区度检查 并找到无线通话设备 自由和地面工作人员 确认可以顺利通话 航天员向地面报告 说已经进入太空站 会圆满完成任务 以进入我们中国的太空家园 天和一号核心仓 后续我们一定团结协作 精心操作 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努力探索浩瀚宇宙 感谢大家为神州13寸族的支持和关爱 我们一定辜负后望 经常和人民放弃 北京明白 预祝载轨半年 工作一切顺利 三个航天员将会驻留太空站半年 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历来最长的任务 期间会出仓两至三次 无线电视机者先知报导 中国晨周13号飞船凌晨升空 朝早顺利和天和核心仓交回对接 三个航天员正式进驻太空站 将会展开长达半年的太空任务 朝早近10点 中国晨周13号指令长泽志刚 打开天和核心仓承压仓门 三个航天员先后进入天和核心仓 先检查睡房 黄亚平是首位到访太空站的女航天员 在失重状态下她的边都竖起 她们找出无线通讯设备 之后和地面工作人员确认可以顺利通话 黄亚平之后向地面报告 后续我们一定团结协作精心操作 圆满蓝城各项任务 努力探索浩瀚宇宙 三个航天员将会驻留太空站半年 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历来最长的任务 以为他们会在太空站过年 上个月货运飞船已经率先 运送6吨物资到太空站 包括旅航天员要用的化妆品等等生活用品 他们亦都可以收看电视节目 5 4 3 2 1 点火 踏在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 长征2号F-13火箭 是在凌晨零时23分点火发射 到早上7点 飞船采用自主快速交汇对接方式 和天和核心舱对接 是第一次竞向停靠太空站 形成T字形的组合体 今次由发射火箭到完成对接 只用了大概6个半钟 无线电视机者闪志报道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收到国家防疫部门的通知 因为本港有一宗源头不明个案 他和列席代表都不获批准去北京出席下个星期的人大常委会会议 在源头不明个案对内地来说 他们非常重视 所以连我和三位列席代表都不批准 让我们去北京出席会议 上一次我开会的时候 其实都建议我不要去 所以上一次只是我一个人出席 但是我当时就说 有香港的议题我一定要出席 可能这次又没有香港的议题 所以就不批准我出席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下星期二至六举行 谭耀宗原地星期一提程去北京 今天上午收到国家防疫控制办公室的通知 不获批准出席 他说今次的议程没有显示 会不会继续讨论反外国制裁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晨周十三号飞船成功发射之后 欧洲太空总署在网上贴文 祝贺中国航天团队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学者评论 说即使美国太空计划仍然是全球领先 但是毫无疑问 中国是当今第二大太空强国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中国航天计划 在1990年代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但是发展相当快 学者又说欧洲太空总署 俄罗斯和近度等 近年在探索月球和火星都受挫 但是中国很成功 英国路透社报道 已故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说过 中国无法将薯仔送上太空 如今中国航天计划有极大信报 神舟13号旅航天员黄亚平 在进驻中国太空站的第一位女航天员 并将会执行出舱任务 她也会成为被研究的对象 41岁的黄亚平 今次是第二次上太空 并会成为中国第一名女航天员 进行出舱活动 这不光是一个荣誉 而且我们要探索女航天员 舱外行走的一些规律 特点 优势等等 女航天员整体来讲 身材比较矮小 但是这也有优势 因为在舱外活动的时候 身体比较难控制 如果身体小 身体就更比较容易控制 这样可以完成一些 更细腻的一些工作 为了保障女航天员 长期在太空站工作生活 工程人员为她度身 订造了航天服 女性专用的手套 天舟三号货运飞船 也都代替了一些化妆品 和女性卫生用品 调整就配置了什么巧克力 甜点 还有一些补血用品 外界也都关注 长期在太空生活 会不会对女航天员的身体有影响 特别是生理期 专家又说黄亚瓶自己也都会是研究对象 将会开展以女性为主的航天医学 和太空科学生命研究 为日后长期载人航天做准备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宾报导 美国传媒报导 台湾希望美国提前交付F-16V战机 争取第一批在明年交付 北京已经多次表明反对美台军手 美国国务院前年批准 向台湾出售先进F-16V战机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导 拜登政府已经和台湾官员商讨 加快向台湾交付这批战机 报导又说 在解放军机近日飞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之前 初商已经展开 台湾《自由时报》就引述相关官员透露 向美国采购的66架F-16V战机 原先安排2023年交付第一批的两架 2026年完成全数交付 台湾现在争取提前在明年交付 并且要求增加第一批交付的数量 这个官员说 美国诺歇马丁 在南卡罗内纳的格林维尔厂房 是F-16型号战机的全球唯一生产船 现在已经启动 估计明年有第一批F-16V出厂 又说相比其他落订单的巴林 斯洛佛克和保加利亚等国家 认为台湾受到的军事脅迹近高 所以希望第一批F-16V 能够优先交给台湾 今个月初 56架解放军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是一年多以来的单日最多 在北京 中方多次敦促美方遵守承诺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以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 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无线电视记者杨潔宜宜报导 死《尽力游突》 中国新led씨 随时 乐 金 Ch